欢迎收完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想 2018年在高雄发生一起失踪案 一名47岁的丁姓男子阿丁 他不见了 但奇怪的是 他的家人却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的报案 反而是等到警方找上门了 那警方为什么会主动找上门呢 因为阿丁他是派出所的治安员后 而远警潘明皇的平常就是负责辅导列管阿丁 所以对于他的家庭状况 以及工作的情况都非常了解 也三不五时的会打电话去关心一下 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连续一个礼拜的时间 打电话都没人接 潘明皇于是直接上门去找人 结果阿丁的老婆 他语气平淡地说 他老公说要去屏东办事之后 人就不见了 手机没带 车子也没开出去 但是家人的反应 为什么如此的平淡呢 潘明皇直觉这个案情不单纯 这家人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于是他仔细地回想 这个阿丁之前 他因为继承了三千多万的家产 生活过得相当的颓废 不是去上酒店 就是去赌场 短短几年时间就把家产挥霍殆尽了 他和老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紧张 不后来 等到钱都花光之后 阿丁突然整个人好像变了一样 他跟着老婆 一块安安分分地去做 食元寿司的小生意 一家人的生活 感觉似乎也上了轨道 而阿丁最近还特地为了生意 去买了一个冰柜 但怎么突然之间人就不见了呢 而且自从阿丁失踪之后 这丁家的大门就再也没有打开过 这潘明皇他越想越不对 难道阿丁他是出事情了吗 2020年11月出的这天午后 高雄前镇区的镇东一街 静谧的街道一如往常 但未在转角这栋外观新领的四层楼透天错 尽管川普扮演 但紧闭的铁门上已沾上一层灰 其楼下散落的传单 倒地的摄屋广告 看得出来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住人了 对比一旁邻居的闲暇 这里的气氛凝重了些 附近的居民大多不愿在救世重提 因为两年前这屋檐下的一起兵士命案 仍在他们的心里留下退不去的阴影 男主人遭到砍杀 还被放入冰柜藏尸 整整99天不见天日 随着冰柜的开启也掀开了这屋檐下 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反通 也说不出口的血雨泪 而这一切又从那一起失踪案开始说起 2018年5月的这一天 高雄市前政界派出所的远警潘明皇 骑车外出时 巧遇了他管区里的治安人口阿丁 这个阿丁在当地摆摊卖十元寿司 他跟太太阿敏生了四个孩子 最大的儿子阿文24岁已经成年了 其他三个孩子则只有四到十七岁 以前的阿丁很挥虑喜欢上酒店挥霍 出入名车代步 拜光家中三千多万的祖产 喝了酒也常会对家人动手动脚 但最近的他开始认真摆摊养家 改变了不少 他都是他自己在制作那个寿司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 也没有再去那个酒店干嘛 都没有了 就只有经营寿司店 身体还不错啦 赚少来讲 但至少他不会出去花钱 时间里都在那边绑住了嘛 他没有花什么钱 就感觉说就已经是存钱了 所以他这种心 他来跟我谈的时候 他讲的那很好 稳定赚钱摆摊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还能赚个两三千块 勉强能够撑起一家六口的开销 这是以前潘明皇所没见过的阿丁 连以往紧绷的夫妻关系 看似也有改善 感觉后面说他开那个寿司店 他对他老婆很好 真的我感觉他感情也不错 我常常看他 在他老婆两个人 都骑着摩托车 他就这样子 他老婆也会去店里帮忙 去经营寿司店 还有他那个第三个儿子 也会去帮忙 所以感觉 一家里面生活开始又正常了 阿丁跟潘明皇说 他的寿司摊已经步上正轨 打算还要扩充设备 阿丁说他跟我讲说 他要去买一台那个新的冷冻柜 来变那个寿司 这好的产品 夏天的时候 那个东西变子坏掉了 阿丁的改变 潘明皇都看在眼里 也替他感到开心 但潘明皇想都没有想到 这会是他跟阿丁的最后一面 就从那一天见面之后 就开始失联 然后去他的店找 他都是关起来没有经营 潘明皇说 他试着打电话联系阿丁 那电话却都没有人接 试了一个多礼拜 电话通了 但电话的那一头 却不是阿丁 他太太接电话的 我问说阿丁走一队 他跟我讲说去 屏东 他说他账户出地的时候 就失踪了嘛 那我会想说失踪了 警方就从车子去找嘛 从电话去找嘛 他说他没有开车 也没有带手机 就穿个拖鞋 太太阿明的这段说辞 让潘明皇越挺越觉得怪 他是比较注重外表的人 我认识他 他都穿布鞋 他都穿鞋子出门的 他没有在穿拖鞋 他每个人想到怪怪的 可能有事情了 不可能 现在去买个宵夜 也要带个手机 不可能走路出去 然后去处理屏东事情 电话那一头的阿明 语气说得淡然 潘明皇说 他跟阿丁夫亲俩都熟识 倘若阿丁不见了 阿明怎么没有第一时间 跟他说 也没有去报失踪 不仅如此 几天后 阿明打了一通电话 给潘明皇 他说阿丁有一笔 两百万的现金 寄放在朋友那里 这个朋友潘明皇也认识 为了家计 阿明希望他能够帮忙 把钱要回来 阿明没为了丈夫的失踪 跟潘明皇联系 反倒是为了这两百万 打了这通电话 就让潘明皇心中的不安 越来越强 然后你们一家人就对他说 然后他去哪里就说不知道 然后结果反而是奶奶 后来告诉我说 我们孩子没去 然后你们也没有来报失踪 也没有来干嘛 每个人看起来都若有所思 都心事重重 可是问起来都说没有 那当然就会起疑 只是谁都不敢往那个方向想 所以才会被 还有潘景元钉上 他还会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一晃眼 一个多月过去 阿丁依旧无消无息 而且潘明皇注意到了 从阿丁失踪开始 丁家的大门就不再开启 我都每天就观察 他家暗花地的那一间房子 我一天可以经过二十次以上 就隔壁隔壁而已 你要出去的话 一定会经过那里 我每天看 每天看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大门都从来没有打开过呢 一个人就偷偷偷偷开大门 把机车牵出这样子 就从阿丁不见得都没有看到 开过大门了呢 不真是 以往敞开的大门不开了 改走偏门 难不成是有什么东西 不能让人看见的吗 但首要之急 就是得要先确认阿丁失生是死 面对阿丁的无关紧要 还能怎么找 潘明皇想到 他平时都会到辖区里的 一间城隍庙去拜拜 城隍爷能不能够支点迷津 我去问我城隍爷的时候 我就问说 阿丁现在到底是生还是死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不会这样子 结果都拨不拨啊 都拨不拨 我想说老可能 一个人就是生跟死 也没有可能说拨不拨啊 潘明皇说 因为拨不拨 所以他依照民间习俗撰写书文 希望城隍爷能够明察秋毫 隔了几个小时 他再次请示 但是仍旧问不出结果 为什么都没拨呢 就很奇怪了 不然这样好不好 城隍爷 还是时间到了 这个事情就会明了 就要连续三个想拨 城隍爷的指示 潘明皇一直搁在心上 他说他回到家里 跟太太提起 阿丁失踪的事情 没想到太太突然 语出惊人的 跟他说了这些话 某次给我讲说 阿丁已经应该不在世上了 我说你哪知道 阿丁有点忙啊 有来说啊 因为阿丁都叫我没叫死了 潘太太说 他梦见阿丁了 最近这一阵子 阿丁几乎夜夜入梦 他很笃定的说 阿丁已经死了 阿丁没有说话啦 他梦的时候 他有梦警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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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警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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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还在一直叫我说 就在冰箱里面赶快去啦 原本潘明皇还觉得 是不是太太胡思乱想 但太太口中的冰箱 让他联想到阿丁家中的冰柜 再加上阿丁家人这一阵子 关大门的异常行为 难不成真的是阿丁前来伸冤 但要怎么确认呢 总不能无缘无故 跑进别人家里开冰柜吧 于是潘明皇找上了阿丁的妈妈 没想到他才刚提醒阿丁 老人家就哭了 老母亲对我跟我说 她说 关乎的 我在我的家 门口看到我阿丁联的还在叫 他跟我哭哭哭 我买自己而已 他就不意了 老母亲对我说 我说阿丁 你可能在那里太害怕 太害怕了 我说没有啦 说真的啦 有两件都这样 联的还在叫我哭哭哭 他就不意了 老妈妈说 因为跟阿丁住得很近 平时阿丁父亲俩都会来看他 但最近都没有看到儿子 只有媳妇来 尽管媳妇阿敏都说阿丁在忙 但他心里总觉得不安 觉得媳妇有事情瞒着他 那天晚上做完笔录后 潘明皇找上了阿敏 决定要去问了清楚 那天刚好是下了雨 豪富就一个人 時間到了时候 他在一楼的时候把门打开嘛 關了这么久的铁门 这一天终于开了 铁门打开的瞬间 潘明皇迅速地看了一下屋子里 進门左手边的墙壁旁 兩個冰柜一新一旧 冰箱有两个嘛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本来是寒暄幾句啦 然后台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来的重点是 阿丁叫我来的 我看到他的脸色开始变了 阿敏的反应 让潘明皇更加笃定 阿丁是真的遇害了 阿丁现在人在哪 他就起来是默默的没有讲话 然后我跟他讲说 人应该都有一个归属的地方 在世上活着有归属的地方 往生的也有往生归属的地方 不能这样子 那时候空气已经很沉重了 我说都停住了吧 阿敏低头沉思了许久 忽然间还起头 妄想地放在一楼的冰柜 门进来第一个 左边是新的冰箱 后面第二个是旧的 然后我就 我就看他 看着旧冰箱那里 他还没有讲话 我在想说 那应该是在冰箱里面了 一句是阿丁叫我来的 就突破了阿丁太太的心房了吗 海明皇她大概心里有底了 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她 这个阿丁应该就在冰柜里了 而果不起然打开之后看到了阿丁 阿丁的太太立刻嚎啕大哭 她认了人是她杀的 因为她实在是受不了阿丁 只要一喝酒就会动手打人 她嫁给了阿丁二十多年 她忍了二十多年 而最近这一次他们夫妻又吵架 阿丁拿了一把开山刀出来 结果 这个阿丁的太太就把刀子抢过来 然后失手杀死阿丁 再用棉被包裹住的尸体藏在冰柜 整整冰了三个月 这是阿丁太太的说辞 但是警方告读怀疑 以她这样瘦小的身材 有可能从她先生手上把刀子抢过来 杀了人还能够把人搬进冰柜吗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共犯 那难道会是在这个屋子里头的其他家人吗 我就看她 她的旧冰箱那里 她还没有讲话 她就看旧冰箱那里 我在想说 那应该是在冰箱里面了 看着阿明的反应 潘明皇心里有底了 她走向冰柜旁 打开了冰柜 映入眼里的景象 让她用身难忘 打开冰箱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类似军坛那种 那种资料的那个毯子 给她包一包 放在那冰箱里面 打开那个味道 说真的非常难闻 因为像那个鱼杆 外面的垃圾桶 已经划出那种很严重的味道了 还有那个雪姬斑斑 还有一个人的形状被棉被包起来 那种动作 那个把它曲卷在那个冰箱里面 打开那一刹那之间 那那个红物就开始哭了 哭得很凄惨 尽管潘明皇对阿丁遇害 已经有了预感 却没想到 状况会是如此的糟 这屋子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民说他嫁给阿丁二十多年 这么多年来 他跟孩子都活在家暴的阴影下 阿丁的脾气暴躁 只要喝酒或是有不顺心 就会对他跟孩子拳脚相向 尽管他跟阿丁分分合合 但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他一直忍耐 阿民说是他一个人 亲手了结了丈夫的性命 所以大批远景赶底屋宅 这四层樓的破天措 也拉起了封锁线 可以开了 好 监视人员小心翼翼的检视 在冰柜里的阿丁 身高约一百六十公分的他 被放进长只有一百五十公分的冰柜里 要赶快想办法把它移出来 因为他在冰柜里已经冰了三个多月了 都跟冰柜黏在一起了 他的接触点 背部 头 四肢 什么都会接触到冰箱的壁 因为你冰那么久 会结霜 会结一些霜都冻住了 你要把它取出来 要全部退冰 你才有办法拿出来 阿丁被冰在冰柜里已经超过三个月 身上的冰霜厚度已经有十公分 见识人员想尽方法 要在不损害遗体的状况下降它移出 廢了九年二虎 还用吹风机把冰吹出来热风 弄了有一段时间 单单退冰就退了好几个小时 你把它移出来以后 是因为我们针对那个点 用吹风机来给它退化 那几个点退了以后 整个尸体还是僵在那边 还没有退啊 你要等整个尸体退了以后才能够相宴 历经了两个多小时 监视人员终于从冰柜里 把阿丁移了出来 但阿丁全说的身躯 第一时间完全无法进行相宴 等待相宴的同时 面对太太阿敏的说辞 专案小组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眼前的阿敏个头小小的 他真的有能力独自犯下杀夫案吗 那我跟他讲说 你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做的啦 要他们儿子 就是那个大儿子丁泰文 丁泰文算协助把楼上的大体 从三楼搬到一楼冰下里面放 然后尸体没有办法搬下来 再叫他儿子帮忙搬尸体下来冰 我们就先问他 你怎么杀你先生的 杀几刀他就讲不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奇怪了 你杀了一个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当初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砍嘛 阿敏试图攬下所有的罪责 但人若不是他杀的 在这屋檐下 就剩下他的四名子女 会让阿敏宁可背上杀夫重罪 也要掩护的人 除了他的孩子外 没有其他人了 当时候负责征讯阿文母子两个小队 找侯永庆说 大儿子阿文硬讯的态度 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面对父亲的死 他怎么如此冷漠 感觉很冷漠 感觉上这一家人 跟这个死者真的是没有感情 很冷漠 连他二儿子也一样 经不起专案小组的一再训问 突破了大儿子阿文的心房 阿文招了 他说因为爸爸长久以来的家暴 他对父亲的心中还有怨 那一天他看见妈妈被打 为了保护妈妈才注下大错 他就说他爸爸常常打他妈妈 他看他妈妈很可怜 就讲到当天是 这个阿甸 要对红铺有拿刀子 可能要伤害他 然后这个大儿子 看到之后 就是说要去帮忙妈妈 他们的重点重提的部分都是 爸爸打妈妈 越打越过分 然后儿子为了救妈妈 所以动了手 那只是说会拿刀子杀死爸爸 到底是儿子要夺下爸爸手上的刀 还是儿子拿刀去阻止 去恶阻爸爸 这个可能他前后有差别 但他们一开始母子的说法都是 因为爸爸先施暴 那儿子要救妈妈 所以不得不然 阿文还秀出他右手虎口的伤疤 他说这是他当时夺刀时 被父亲划伤的 要证明自己的所言不假 所以他一直反复强调 他是夺刀 他是要 然后所以他 所以他是误杀他父亲 然后这个三層就是示证 他一直给我们看 家暴真的忍不住 在阿民母子两的公词下 专门小组慢慢拼出了这一套 因家暴反扑的人伦悲剧剧本 母子两说他们将阿丁放在冰柜里 希望这个秘密能够就此永远冰存 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 阿丁的死亡拼图 就差检警相验至最后一步 却没想到被毯子包住 蜷缩在冰柜的阿丁 将所有的秘密都锁进了怀里 直到身上的冰霜 逐渐溶解褪去的那一刻 真相才得以打败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阿丁他被冰在自己家的冰柜 凶手竟然就是在这屋檐下的这家人 但究竟是谁动的手呢 从一开始妈妈说是他杀的 因为他受不了 长年以来阿丁不断对他家暴 他才会失手杀了先生 但警察不相信他一个人办得到 而奇怪的是 还有这两个儿子 在爸爸遇害之后的反应 出奇地冷淡 后来大儿子终于坦诚 其实凶手是他才对 那一天他看到了 妈妈又被爸爸打了 他把爸爸手上的刀抢过来 结果不小心杀死了爸爸 但这是最后的真相了吗 当阿丁被冰冻了三个月的尸体 终于解冻了 可以进行相验呢 能够还原出什么样的事实吗 如果大儿子说的是真的 那么他抢走爸爸手上的刀 一个人被夺刀被砍之后 应该直觉上会用他的双手去防御 去抵抗 但吊诡的是 在阿丁的身上 却找不到任何 因为防御所留下来的刀伤 反倒是出现了棍子打伤的痕迹 这时候检察官大胆的推论 没有防御伤 那就代表了阿丁 可能是在一个没有防备 没有抵抗的情况之下 他遭到了攻击 也就是说 案发当天根本不是因为 爸爸打妈妈 所以引发了杀鸡 而第二点 在阿丁的身上 有刀伤也有棍棒伤 这代表是有两种以上的武器 换句话说 行凶的歹徒 很有可能至少两个人以上 那除了大儿子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谁呢 有看到哥哥对上来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一天高雄市立殡仪馆相厌世 死者阿丁的二儿子 妈妈堵在外头等着 儿子面对爸爸遭到哥哥亲手 没有杀害放进冰柜里 他情绪平静 因为他比较容易生气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跟家里面的感情会不太好 我一直看到吧 那是六月六月那个时候 六月初的时候 她说这阵子没有看到父亲 妈妈还叮嘱他别去开冰柜 尽管心里起疑 她也没多问 妈妈说你有看到哥哥 没有看到 那时候 有提醒我说不要去动那些东西 也就真的没有去动那些 她没想到九位开启的冰柜里 竟然藏着父亲的遗体 而被放置在冰柜里三个多月的阿丁 全身都被冰霜给冻住 第一时间无法验尸 直到隔天冰霜渐退 香烟才能进行 她那个冰柜当时又有冰化 等到起出来的时候 融化的冰水 死者跟那个床单 跟他身上的衣物 其实是黏在一起的 一直是到我们验尸的时候 我们才把它剪开 当时承办的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赵琪正 一早就到冰一碗香烟 原本以为是儿子父母 夺刀释父的剧本 却在验尸时有了意外的翻转 所以我们简单来发觉说 如果是为了解救母亲 而造成户 偶尔有所肢体冲锄 甚至推脊拉扯的话 死者身上会有防御伤才对 但是我们看不到死者身上有防御伤 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伤势 是集中在他上半身 就是这个颈部跟他的肺业的部分 那他要挡折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上臂跟下臂守折的部分 内侧外侧 甚至守折本身的扶口 他并没有所谓的刀痕 除了刀痕以外 还有棍子打的伤 他的头就好几条 显然他有被人家拿棍子打头 一个凶手 不可能一个一手拿刀 一手拿棍子在打死者 尸体会说话 阿丁身去上的每一个伤势 都在控诉着大儿子跟太太阿明在说谎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夺刀情结 既然没有夺刀 就不是义愤 不是为了父母防卫杀人 也就是说 死者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之下被做掉的 所以他一直反复强调 他是夺刀 他是要 所以他是误杀他父亲 然后这个三层就是示证 他一直给我们看 但是我们跟法医看完 就回来问他说我们不可能 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 你赶紧把他逃跑 结果他可能愣了一下 大儿子阿文完全没有想到 检察官的第一句话 竟然就直接戳破了他的谎言 他弄了之后就整个情绪就 他愧疾在讲 他没有想到我没有到他的 我没有到他的剧本让他演 后来这个大儿子 当场眼泪掉下来说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做 他还有找两个朋友来 一起协助 一个姓菜 一个姓高 原来这是蛮凶杀人 而且还有两个共犯在谈 那就他一讲这话 我认住了 因为就我刚刚讲 两个共犯在谈 没有人知道 而问题是新闻已经在播 这两个共犯已经知道 中窗事发了 蔡姓共犯和使者一家人 就是因为在这里认识 就是因为蔡姓共犯 曾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 原本检警还担心 新闻一旦曝光 要逮这两名共犯 可能不太容易 却没想到大批的原警 循着阿文给的地址 找到了他们的处所 两个人都在家里 他们两个人也有看到新闻 可是他们两个也不会想跑 他认为他们的身份 不会曝光 因为刚开始谈的时候 就是全部他们要扛的 不会把案子拱出来 两名共犯 一个姓蔡 一个姓高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长相斯文秀气 若不是阿文的共出 没有人会联想到他们 就是凶狠的杀人犯 新闻是不是客客员工 你很不满 二十三岁的蔡姓男子 两三年前 曾经在阿丁开的水产团工作 因为常常被责备 他心中对阿丁早就有怨 会是因为不满 才让他狠心杀人吗 那相反的 反而是高隆志跟蔡农业这两个人 还有一起劝他们 你这跟你说一说就好 你会跟我说真的吗 但是问题是 再怎么劝你不够五十块的代价 明显有告知蔡贤跟高贤 如果能够协助他来说 从那个 从那个 两个年轻人因为身上背了赌债 为了五十万他们接下了这个杀人任务 那阿文呢 他又有什么理由 非得要了亲生父亲一条命 他受不了他爸爸 然后爸爸对自己很好 然后对爸妈 对整个家人都很苛刻 所以他忍受到了极限 觉得他必须要让他爸爸脱离这个世界 然后有得到妈妈的默许 所以一开始我们那个时候 我都还以为 一边是自己的先生 那一边是自己的小孩 那妈妈 因为先生长期家暴 妈妈可能不会抗亡先生 但是妈妈一定爱儿子 所以妈妈可能 没有去开这个牌 去阻止他 妈妈没有帮儿子踩下车 阿文说 父亲的家暴压力 已经让他受不了了 他才决定买凶杀父 但检警进一步调查 案发当时 阿文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早就不跟阿丁住在一起了 何来他忍受不住家暴之说呢 再加上检警发现 案发前一阵子 有债主找上了阿文 要他还钱 而且金额还不少 案发前两个多月 酒店业者到前派出所的辖区去找 我们要找有没有这个人欠酒帐不还 酒店业者可以跑去问派出所 那你想想看 冰套人后面找也是很肥肋的啊 算一算 好几十万的酒钱跑不掉 再加上债主又催得急 这时候专案小组想到 前些日子 妈妈阿敏曾经拜托警员潘明皇 帮忙去把一笔 兩百万的款项拿回来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专案小组的脑海 难不成是这笔兩百万要了阿丁的命 这场人人悲剧引发杀气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阿丁对太太家暴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时间长达二十六年 在这段期间 他们曾经报警 也被通报是高风险的家庭 但有用嘛 每次报警只要被阿丁知道 这家人只会被打得更惨 阿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 他跟大儿子说 一定要想办法 让爸爸永远从全家人的生活当中消失 没有想到 大儿子也有相同的念头 根据警方调查 这个大儿子跟着他爸爸 有样学样 花天酒地 成天在外挥霍成性 在外面欠了大笔的债务 当他知道了爸爸 还有两百万机房在朋友那边的时候 他竟然动了歪脑筋 他就跟妈妈提议 如果让未成年的二弟三弟 来动手杀了爸爸 也许还有机会可以获得减刑 不过这个提议 被妈妈否决了 认为不妥当 所以后来才会让大儿子去 花钱买凶 找人来杀了爸爸 然后冰在自家的冰柜里 他们以为 只要等到过了七年之后 失踪人口就可以宣告死亡了 面对记者的询问 阿民低头哽咽 是有多大的怨 会让大儿子阿文狠心满胸杀腹 阿民在整体命案中 又是扮演什么角色 尽管儿子阿文说出了大部分的案情 但阿民始终不肯开口 案情的拼凑就缺这一脚 所以我一直认为她有参与 但是我一直不想她参与的程度在哪里 是前中后的哪一块 为了突破阿民的心房 检井动之以擒 要阿民好好想想 除了阿文之外 她还有三个年幼的子女 她不替自己想 也要替孩子想 阿民跟丈夫阿丁结婚二十多年 有四个孩子 阿民说丈夫的脾气暴躁 一旦喝酒或是心情不好 就常会暴力相向 对小孩是管教比较严厉 那时候她喜欢走酒店 所以喝酒回去的时候 她太太应该都是在家顾店顾小孩 她回去就是准备拿钱 拿不到钱就比较情绪失控 所以就 人家说会骑车骑车 我对孩子没关系 他就大小小 就长期间不定时的家暴 那她有讲到说什么 拿安全帽打自己小孩 让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 因此帮拿电棒去打她的重音 轻则言语辱骂 不然就是拳脚相向 甚至拿到恫吓 在这屋檐下的所有人 动则得救 像是二儿子 因为精神压力大 忧郁成疾 最后中策 连书都念不下去了 我去发函掉她的辅导资料 是老师跟我讲的 就是说那个孩子很可怜 那个孩子有音乐的天分 可是被她爸爸摧残 就家庭就是让她变成说她 休学啊 情绪不稳啊 就这样 所以她完全没办法上学 如果你要问我说 她妈妈为什么不报警 那我觉得我跟你讲 报警其实都很难啊 她报警没有用啊 报警 你看第一个 保护力没有多久 尽管二儿子曾经因为 被父亲拿到威胁 到警局报案 被通报高风险 但屋檐下 关起门来 谁又帮得了他们 一旦再报警 回家后 就又有人要倒霉了 阿敏说 小儿子就读国中 学校有教孩子 遇到家暴 一定要跟老师反应 当时小儿子也曾经求助 学校的辅导老师 但求助的结果就是 小儿子被打得更惨 从此之后 大家只能晋升 但阿丁不只家暴 她更挥霍诚信 她上酒店赌博 买跑车 再加上投资失利 千万组产 没几年全花光了 她没有把家庭经营得很好 因为她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做什么都是 就是一事无成 然后很快就亏掉 甚至血本无归 所以她继承的遗产 大概三千多万 结果到后来 只剩下两百万的救命钱 这个是在很短时间内 就几乎花光光了 结果败掉肥肋掉了 阿丁的家族 在当地经营一家饮料店 全盛时期 每天营收两三万元 全靠阿敏打理 没想到辛苦经营的心血 阿丁也把它关了 这样阿敏对丈夫的怨怼 日益加深 她不是在一楼固定 就是在二楼煮茶 不是二楼煮茶 就是在三楼洗衣 煮饭 让小孩吃 带小孩上去 所以他们不一定发现 在心里 我在那一楼固定 在你们家 我会在这间饮料店 逛逛逛逛 很久你帮我捏掉 虽然后面说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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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做葬婚的角色的时候 她的行为 言行 是很恰当吗 应该 应该是不太及格 说真的 她太太跟她离婚 那么多次 为什么 她又结婚回来 还不是因为那个小孩子 要不然她先生 什么个性 她自己知道 一个求全的念头 让阿明忍了26年 至于儿子阿文 是家中的长子 今晚阿丁 对这个大儿子 寄予不少厚望 但阿文也没被少打过 他从小看着爸爸到处 华天酒地 耳濡目染下 所有父亲有的坏习惯 他统统都有 因为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会带不得去喝酒 从小都在那个环境 看到的多 当然多少会学 对自己好 打牌 物欲比较高 那可能一些声色的场所 声色的犬马之鱼 一定有 我们老师 他还没有18岁之前 都够了这次 外面就在那儿 有的 有的不的 他母亲 彭瑞玲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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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做 对 阿丁为了大儿子 投资了水产行 饮料店 希望他成家立业 接手经营能够有自己的一片天 那时阿文却在外头花天酒地 欠了一辟股债 债主追到警察局 要警察帮忙找人 让阿文连家都不敢回了 无意间他得知了爸爸 有比两百万的现金 寄放在朋友那里 他冻起了外脑筋 他死者自己也知道 他本身很会乱花钱 他自己也应该晓得 所以才会把这两百万 寄放在他朋友那里 因为他也怕将来都没有钱 要怎么过日子 这笔钱是阿丁最后的老本 当初阿丁跟朋友说好 只有他本人亲自去拿才能动用 所以阿文知道 除非父亲死了 不然这两百万 他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二零一八年五月 妈妈阿明又因为家暴 带着三个弟妹 躲到了阿文家里 刚好给了阿文机会 那那一次可能迁怒小孩之后 一家人吓得要死 已经吓到不敢回家 就从那一次开始的时候 真的开口讲出来 我希望丁你爸爸 永远离开我们的心 他就是慢慢忍 可是忍的过程中 就扭曲了自己 只是扭曲了自己之后 就起了这个念头 那起了那个念头 突然之间都觉得不会做 可是就每天讲每天讲 讲到后来 真的出来 那一个界限就跨过去了 所以就一念天堂一念地 那你想想看 丁太文跟外面走 也是很肥肋的啊 跟爸爸真的要不到钱 然后刚好看到妈妈要这样子 所以 这样起来 他念头就起来了 洪瑞敏下了指令 然后跟丁太文取得了共识 细节是丁太文去找的 本来一开始的计划 是要找他 第二个儿子跟第三个儿子 自己家人来处理就好了 基本人是勉甘嘛 就叫弟弟们就叫弟弟做 弟弟不吃东西嘛 阿文一直红美跟他说 你弟弟那什么性格啊 哪里敢啊 所以才决定买凶杀人 才找外人 于是阿文找上了两个朋友 蔡信及高姓男子 以每个人五十万元的代价 要让父亲永远消失 我好像讲说他们家 就类似一个宫斗剧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一个无礼的皇帝 然后隐忍的皇后 忍无可忍的几个皇子 不用奢望自己可以登基 但总有一天会被那个耗杀成性 爸爸把他干掉 皇帝从来不关心这些皇子的生活 他们要告诉你 天下万物都是正的 正不给你你不能抢 但问题是你不给我 我活不下去 所以孩子对父亲的 如木关系会越来越淡薄 那一旦为什么你不给我 那你又对我这么高压 你对我是绝对的权利 那我就只能选择反抗 这一天阿民一大早就带着其他孩子 出门上学了 出门前阿文叮嘱妈妈 不要太早回来 因为他们要执行计划了 一行人走进了阿丁 位在三楼的房间 原本他们打算要趁着阿丁熟睡时 闷意他 却没想到过程中阿丁惊醒了 可是不晓得他父亲力道那么大 他们虽然有三个人 可是压他压不住 被他反抗起来 阿丁试着要为自己的性命拼搏 但他们怎么可能让阿丁挣脱 要是阿丁挣脱了 届时不仅两百万拿不到 要是阿丁反扑 可能换他们有事 阿文就示意叫蔡贤拿刀子 因为床头困有把刀子拿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床铺染上了鲜红 阿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没多久阿敏回家 看到林润的房间全傻了 他完全没有后续的结果 他不想再怎么办 他就把他拿去丢厕所 以为放厕所放在那间之后 他自然就会流掉 就本想越来越臭 那怎么办 又去拿棉被房单 把他换一换 然后又搬他楼下来 可以搬他楼下来 又不敢去丢 没有做过坏事 也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那怎么办 他就冰家里好了 那冰家里怎么办 冰到后来发觉 实在很臭 每天经过 心里又有阴影 怎么办 就把店面的正门拉下来 大家全部走侧门上下进出 当作没有看到那个冰棍 他们已经从三楼以上 都没有人敢上去了 他们全部都屋在 那个二楼的房间里面睡而已 还有便当 还有饮料丢在桌上 都没有清理 他们也是很恐惧 在生活在那个王子里面 他们想说 他这样就 就给他冰七年 四川天口是七年 就是宣告死亡 关上冰棍的那一刻 所有的秘密 都随着阿丁一起冰封了 若不是击检的园警 注意到了 若不是争扮检检的 妾而不舍 阿丁的死亡之谜 恐怕无人知晓 也许在丁家人的眼中 阿丁从来不是一个 及格的父亲 但狠心杀夫是父 双手沾染血腥的同时 仍是得为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起冰棍的命案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案情速度的峰回路转 最后终于真相大白 承办的原警 潘明皇说 在整个办案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时间点的巧合 让他不得不相信 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我在高雄前镇 兴旺路上的明镇堂 这里供奉文海陈王 相传陈皇执掌 因兼司法赏善罚恶 阿丁失踪那一阵子 警员潘明皇曾经去 请示陈皇爷 要问问阿丁的生死事 还记得当时他怎么问 陈皇爷就是不说 只告诉他时间到了 案子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说也巧合 当时正逢农历七月 潘明皇恰巧就在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鬼门关的那一天 去找了阿敏 打开了冰柜 感觉就都这样子 所以没有 就很奇怪 我为什么要那天去翻冰箱 那一天我晚上都十九点五十分 打开冰箱的嘛 那两个公安刚好 他们案发之后 没有几天就跑去大陆了 就刚好我打开冰箱 那一刻 刚好我两个人从大陆坐飞机 从小港机场入境 就是那么刚好 早一天晚一天 如果早的话 那看他们两个都不会回来了 打开冰箱 把那个大体从冰柜拿出来 刚好是一百天 习俗讲的白日破案 朝鸵也没有讲说 冰冰之中有定数时间到了 案情就会明了 阿丁就带那两个公安回来 说是冰冰之中巧合也好 说是远景的敏锐度够高也好 白日破案 让冰存在冰柜的阿丁 能够重见天日 你杀死爸爸吗 但对阿敏来说 先生是他生活压力的来源 只要他存在了一天 他连喘口气都很辛苦 他隐忍 求全 蓄积的压力 最后毁灭了一切 如果真的遇到家暴了 还是一样 要报警来处理 还是一样要照正常的管道 申请保护令 如果你一再隐忍的话 事情只是会越来越大而已 我这次打你 你不妨看 我下次绝对会打你 就像他隐忍了二十几年 被打了二十几年 现在你杀死他了 你还要被关了 那值得嘛 原本以为是家暴导致的人文悲剧 没有想到其中还牵扯了 寄予家产的贪念 死者的母亲面对是媳妇 还有孙子 联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难得最终 也只能够选择放下了 高雄前镇区震动一街上的 这栋透天措 就是阿丁一家人的租住 就在阿丁死后 一家人全搬走了 整新屋成了凶宅 尽管屋主降价求寿 依旧罚人问津 屋主也有对他们提出 要他们赔偿 因为变凶宅折价的钱 要向他们求偿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号 高雄高分院二审宣判 大儿子阿文依杀害直系写亲 遵亲属罪 判刑十八年两个月 使徒公权九年 而两名共犯则一共同杀人罪 分处十五年及十三年徒刑 至于阿敏 法官考量他为了保护子女 长期忍受家暴才反哭 齐情可敏 再加上阿丁的妈妈 也向法官求情 阿敏最后被判处八年徒刑 阿敏跟大儿子狼狼入狱 独留三个孩子交给阿妈照顾 爸爸怎么了 爸爸去哪里 真的题外话 破这个案件总共有 一万六千块奖金 我想说一万六千块 我能够去庆功吗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一万六千块 在那告别室的时候 就包给他的小女儿 说那个教育基金 警友站场又包了六千块给我 这交我过年了嘛 我等过年时候就包三个红包给小孩 一年一个红包就两千块 都留这块给他的 我去报这个案件是我应该要做的 所以说希望这一次 那个丁太文他判十八年 他应该是差不多十二年 十三年就回来的嘛 假释嘛 但是他还有机会啦 然后红户他判个八年 他应该关个十五年 还有机会红户团是那种前科嘛 他出来的话就好好的生活 对了 二零零九年 位在基隆复兴路上的这间资源回收厂 这个老板他只花了一百五十块钱 就收购了这个二手的冰柜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竟然收到了一具的尸体 我们来看看这是当时现场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回收厂的老板 打开了这个冰柜的瞬间 他整个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在这个冰柜里头 竟然藏着一具身材瘦小的服饰 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 仪式式女用的内裤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女同 这回收厂的老板吓坏了 他赶紧地报警 如果这是一起他杀的命案 最可疑的 当然就是当时把冰柜运来卖的 那四名男子 而在基隆复兴路上的这间资源回收厂 员工进进出出忙得不肯开交 不是忙着将废五金装上货车 就是忙着将回收物做分类处置 因为来回收的顾客不少 忙碌成了回收厂员工的日常 2009年10月18号的这片下午 回收厂前来了一台货车 画面中可以看到货车上下来了几名男子 他们说车上有一些废弃家电 要来贬卖 老板迅速检视了眼前这一个废弃的旧冰柜 看起来确实已经无法再用了 它是属于上线式的一个冰柜 它其实外观不像是毁损的很严重那种 比如说我们一般可能能想到就是已经崩坏啊什么的 它可能生锈很严重啊整个表皮都泼落什么的 当然它本身其实已经不堪用了 连冰柜门都无法完全密合 大概也只能拆卸下来转卖零件 于是回收厂老板用150元收下了这个旧冰柜 几个人说还要回去再搬其他家电来变卖 届时再一次结清就急忙离开了 尽管老板心里觉得哪里怪 但是因为回收厂的工作真的太忙了 既然他们说待会再来 那就晚点再说吧 在这个时间可能有十五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刚好回收厂的员工也忙完了 老板忙完了 那因为那时候已经准备要下班要傍晚了 就是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要准备要打理整理这些东西 那突然就觉得说就是怎么很奇怪的味道 那所以他就是赶快去找说味道来源在那边 那一早就是早一早早一早就发现说就是看到那个白色的冰柜 他一打开 他一打开来发现 一看不对啊 那因为老板说他打开的时候就一股恶臭 打开冰柜门的瞬间浓浓的腐车味飘散了出来 回收厂老板立刻关上冰柜 但就在关冰柜的那瞬间 碰见了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会是看错了吗 所以他也没有看得很仔细 他想想怪怪的 因此他又再看一次 回收厂老板小心翼翼的再次打开的冰柜 这一次他看清楚了 就发现里面就一具白骨在里面 那是羊躺着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毕竟当私人游泳厂那么久了 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载着尸体过来的卖的 应该第一次 所以他也蛮惊慌的 当时任职基隆市警察局 第四分局的侦察队队长曾鸿上 以及侦察佐杨建军 接获通报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毕竟回收厂的冰柜出现失骸 这是人命观点的事 其实接获通报的时候 大家也是吓一跳 是不是看错了 怎么可能在冰柜里面会有 尸体 尸骨 冰柜里的这一具遗骸 看起来已经死亡很久了 除了残疑的组织毛髮外 只剩下酷骨 就已经没有办法辨识身份 他是躺着 然后四肢是 有点全驱的啦 就是有点扭曲的状态这样 就是因为类似我们侧卧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这个冰柜其实不大啦 它大概就是105公分 长 寬大概是65公分 那它高度是80公分 所以算是非常小的一个冰柜 那一般像我们 这种所有男生 要躺进去也是非常困难 然后我们一看 发现了这个骨头 就非常的小致 这具人骨我们坦白说 个头真的不大 死者的这样子的遗骸的身高 大概是150公分左右 那因为他只穿着了一条内裤 死者身上仅穿着一件 看起来像是女用的贴身衣物 再加上冰柜门边也挂着一件女用内裤 专小组从死者的身形衣着初步研判 所以以这样子的体型 好像如果以一般常人来看的话 或许是一位女性或者是小女生 死者看起来就像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他怎么会成事冰柜里 又是谁会对一个孩子下手呢 还记得回缩厂老板说这个冰柜 是四个年轻男子开车运过来的吗 警方赶紧调阅监视器要弄清楚 这四个人究竟是谁 我说厂老板讲到说 运冰柜来卖的那几个人 还有讲说他们还要来第二趟 尽管这四个人曾经说会再来一趟 但倘若他们真的是来气湿的 哪还有傻傻再出来的道理呢 专案小组立刻从监视器里要找车牌 借车追人 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这四个人开着货车回来了 真的回来 又拿了一批冰箱 还有一些被碟来卖 三到四个年轻人 又抬一个冰柜下来 我们当下看到冰柜 总而是一个家庭式的冰柜 那所以当下我们在想说 不会吧 怎么又有另外一个冰柜要抬下来 你认识什么状况 这里面有一句 会不会那另外一个冰柜也有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四名搬运藏尸冰柜的男子 他们竟然自己回来了 侦察队长曾宏尚 他说看到了这个运势男子 又搬了一个冰箱来 他们还以为 看不会这冰箱里头 又是另外一具尸体吧 当下他们真的是封紧了神经 准备要将这四个人直接逮捕 还好 这第二个冰箱打开之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而这四名的男子 也立刻跟警方解释 他们根本不晓得 为什么前面那个冰柜里头 竟然会有一具尸体 他们只是帮朋友去整理房子 然后把一些废弃的家电 拿来变卖 而这个冰柜事实上 就是从南融路的这间房子 所搬出来的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南融路的房子 是一名秋姓男子所有 这里是他们秋家的老宅 平常是没人住的 而这名秋姓男子 在家中排行老二 他上面有一个哥哥 下面有一个弟弟 他说因为三弟结婚了 希望能够把老家 当成他的新房 所以他们才会开始 要去整理这个老家 但没有想到整理了整理了 这个常有尸体冰柜 而秋姓男子说 他不晓得这个冰柜里头 为什么会有尸体 也不晓得这个死者究竟是谁 他甚至告诉检警 该不会是有小偷闯空门 在屋子里头杀人之后 然后把人尝试在冰柜里 警方会相信他这个说法吗 上仙式的白色冰箱 拉起黄色封锁线 因为就在不久前 回收厂老板在冰箱里 发现一具赤裸裸的女尸 冰箱门夹的旧报 只含一件女佣内裤 我当时候是东升派出在基隆的记者 大家都下班时间 忽然接了一通电话 说回收厂有一个 冰柜有一具 疑似女尸的大体 而这个大体呢 身形很小 看起来好像是个未成年少女 那听起来就很匪夷所事啊 怎么会有一个少女被冰在冰柜 他是资深记者呂国宝 28年的基隆驻地采访经验 当年冰柜裸失的案件 他至今印象深刻 对一个淳朴的基隆来讲 所以当时候这是大案 而且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回收厂 听起来好像是个谋杀案 比较奇特啦 是死在这个冰柜里面 所以媒体会比较想要去报导说 这样子一个死亡的这个原因 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所以才把死者杀害 居然还藏在冰柜里面 这是一个蛮惊悚的一个情况 这是现场所有人的疑惑 依据回收厂老板的说法 这个藏室冰柜是四名男子带过来的 其实我们也觉得 这案件不单纯 怎么那么大胆 冰柜里面有大体 然后四个状态就把冰柜搬来这里 都不用掩饰 如果真的是凶杀案 我真为了也太大胆 光天化日气势回收厂 这歹服业太过嚣张了 正当远警准备找人的同时 运输的四名男子 带着另外一个冰箱又回来了 真的 第二个冰柜来了 又是他们四个人 又搬了一个人 想说这里面有一具 会不会那另外一个冰柜也有 所以幸好他台下的时候 一打开发现 是里面是空无一物的 那心里是比较敌定的 对警方来说 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曾鸿上说这四个人 立刻就被他们留置了 这个冰柜哪里来的 他们得要说清楚 所以我们当时要觉得 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可以突破了 很快就能有所突破 就是当时警方的想法 毕竟负责气势的人 都已经找到了 要追凶贤应该不难 却没想到追问下去 这才发现这起冰柜裸失案要办 比检警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不知道冰箱里面有那个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不好意思 后来我们在调查下 冰柜并不属于败运的这些人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询问冰柜的主人 冰柜从哪边运出 冰柜的过程中才知道说 原来一个秋姓的男子 委托这三个人一起来帮他整理家里 就是因为要把这一个冰柜 拿去资源回收场做变卖 所以才有四位的这个朋友 就搬过去资源回收场 都在基隆南融路上梦里 居住人家屋子外头墙上写着大大的秋字 这里就是秋家老宅 依旧运势这四个人的说法 藏区的冰柜原本放在这里 我们了解是房屋的所有人是姓秋 那他们有个秋姓有三兄弟 这些男子说因为我们的老家 我爸爸留下的房子 这是一个老屋平常没有再居住 因为他跟他太太想要搬回去老家住 因为没有人住嘛 我就整理整理要住 本来讲是说他们老三要结婚了 然后弄入这个房子 要重新装房给老三当婚房 然后才做重新装房 打算用来当新婚房的屋子 却闹出了人命 警方调查秋家有三个兄弟 委托朋友搬冰柜的是 二十九岁秋家老三有毒品前科 曾经开过经纪公司 三十四岁的秋家二哥 同样也有毒品前科 平时秋家二哥就跟三十六岁的秋家大哥 在市场里做生意 原本要用来做生意的冰柜里 竟然有一具遗骸 而且事发就在秋家屋眼下 专案小组研判秋家这三个兄弟肯定脱不了关系 他是郑雅芳 十二年的检察官资历 也经办过许多社会众主案件 当年冰柜藏尸案 他是承办检察官 他告诉我们 案件发生初始至少就有十名关系人要清查 包括这几名男子 还有周边相关的朋友 但是在一一排除后 最后焦点锁定在秋家这三兄弟身上 最主要是三兄弟 就是说关于这个房子和平常是谁在做使用 因为其实事实上 这个是一个老屋平常没有在居住 所以他们不是那么长回去这个地方 尽管三兄弟的说法都是 南融路这间房子早就被断水断电了 但是当他们被问到有关冰柜里的死者时 每个人都推说不致情 就是说关系人全部都否认说 这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不认识这个死者 这的确是非常棘手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非常的可疑 因为有一个人就死在他们家 他们甚至会说 这应该是有门被破坏了 所以有人进去了吧 才会有死者在里面 这个他们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三兄弟的统一回答 他们甚至告诉检警 南融路的老屋六月份时 曾经被小偷闯空门 这个冰柜藏尸或许跟小偷有关 其实很难去想像说 有人会跑到别人的家里 或者废弃的房间 因为一个陌生我要找一个地方 然后还要把尸体运送到这个地方 还要放到这个冰柜里面去 那他也要知道这里面有冰柜 他怎么放进去 有这么的熟悉 气势丢到别人家的屋宅 讲了说法 说得牵强 不仅不合理 更加深了检警 对这三兄弟的怀疑 这让警方持续追问下去的同时 邱家二哥却突然告诉检警 他说他最近发现三地怪怪的 平时没有宗教信仰的他 开始变得虔诚到处求神拜佛 看来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到底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呢 邱家的三弟告诉警方 因为这个房子这个冰柜 都是二哥的 所以二哥肯定知道 这个冰柜尝试的真相 但是在面对警方训问 邱家的二哥却又反咬他的三弟 他说他曾经听大哥说 平常不信神佛的三弟 但最近怪怪的 他竟然开始到处去求神拜佛 他肯定是做了亏心事 这兄弟三人在警察局里头 彼此的互推 看在检警的眼里 当然可以 专业小组说 一般的民众 要是遇到了人命关天的事情 通常都会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担心 但是看看邱家这三兄弟 跟他的朋友 在地检署时的神情 一派的轻松 他们甚至还反问说 只是卖卖冰柜 就有罪了吗 基隆检警正办回收场 冰柜裸失案 锁定的冰柜主人邱家三兄弟 面对检警训问 这三兄弟的神情态度太可疑了 他们通通被请进了警察局 那个警察在抓我们 觉得很奇怪 卖冰箱有罪吗 邱家兄弟的朋友 反问记者 卖冰箱有罪吗 卖冰箱当然没问题 但若牵涉到一条人命 就是大问题了 但包括了邱家朋友 还有邱家三兄弟 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真的这三个人到警局 好像都不会害怕 好像伺服关己 好像各自好像一派轻松 但里面还是有说有笑 因为发现命案或是尸体 一般人都会惊讶 都会让他们感觉比较惊恐 可是在他们来讲 就能看到的都没有什么 感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 一般人如果无端被卷入命案 大多都会急着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紧张焦虑是最成见的态度 他们都没有丝毫的这种感觉 所以警方也觉得说 哇 你们是不是故作镇定 还是说你们在做某一种串供 或者是彼此之间 好像有些什么样的默契 所以警方不排除说 这三个人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引擎 或者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 而且是一条人命 人命关天 这可能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 一条人命都是很严肃的事情 难道真有什么没有说出口吗 毕竟屋子里死了一个人 兄弟三个人 怎么有办法云淡风轻 再加上邱家老三 请朋友来搬冰柜 难道在搬运过程中 他都不觉得哪里不对 都不好奇冰柜里装了什么东西吗 刚打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臭 就马上关起来了 因为那时候光线不足 所以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因为之前我哥就是 里面都有放一些 那个牛肉跟鱼类 我以为想说是那些东西臭的 可是因为那个是老屋 没有接电 所以没有灯 是很风暗的这个情形 他也看不清楚 那可能有一点点的味道 可是他们也不以为意 他们也不知道说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拿去变卖 有东西在冰柜里腐坏了 但要送去变卖前 都没有人想确认想要清理吗 每个说辞都让检警打上了问号 而让警方更讶异的是 许多问到最后 这三个兄弟竟然还彼此护咬 这也是一开始的 花很多时间 征讯的地方 因为必须要知道说 到底死者是跟谁是有关系 才能进一步再去做追查 但是他们都说跟他没关系 对啊 而且说法又不尽一致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什么说都不拢呢 因为邱家老三说冰柜是二哥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死在这个冰柜里面 又是在老二他家的冰柜 而且是他的冰柜 因为毕竟这房子是他的 冰柜是他的 邱家老三说的一副二哥才是 最应该了解状况的人 他还告诉警方 二哥曾经要他们 不准动那个冰柜 面对质疑邱家二哥的解释是 因为那个冰柜有打算要送人 才要他们不要动 但是他也反指三弟最近的行径 很奇怪 筆路当中二哥邱家警方公称 大哥曾经告诉他 小弟有借他的车子去载尸体 但是当大哥接受征讯时却说 没这回事 是真的不知情 还是故不疑症 当时案件正办的重心 都在这三兄弟身上 但是他们的说辞 反反复复 让专案小组上破了脑筋 三兄弟都还没有被排除嫌疑吗 还在查证他们的 有沒有搜索上的疑点 做纠正 专案会议天天都在开 但经过调查 检警初步排除了邱家大哥涉案 那就这个邱家 在征讯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一些他们的说法 那我们也请警方 再做进一步的查证 老大其实跟这一件的相关性 会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他也不在场 或者是说 倘若冰柜里的落实 真的跟邱家人有关 排除了邱家大哥的嫌疑 那邱家的二哥跟小弟 检警得从谁身上着手 才有办法解开 冰柜落实的死亡真相 好 检警偵查的范围 現说到了邱家二哥跟三弟的身上 但最重要的是 要先确认这死者的身份 这是我们重新还原的 冰柜的三弟 像我们可以看到 在冰柜的第一层 有台灯 有小瓶的高粱酒 有笔记本 还有两本的漫画书 在第二层 则是被放上了一床的大毯子 掀开了这个大毯子 下面有二十八本 被摆放的整整齐齐的 灌篮高手的漫画书 而最底下的这一层 则是放了许多的木炭 那如果这些都是歹毒白的 他杀了人要弃尸 为什么还要 如此大费周章呢 而另外 案情在香宴之后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那就是专案小组 一直都以为 这死者是一名女后 但没有想到 在香宴之后 证实这死者 其实是男的 他只是一名身材瘦小的 成年男子 而同一时间 邱家的二哥突然告诉警方 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什么呢 他想起了 就在案发的半年前 他曾经将这个 南荣路的老屋 租给了一个租客 这个租客叫做阿发 但是阿发当时缴了 一个月的房租之后 没多久 他人就人间蒸发了 而这个阿发 会跟冰柜里头的死者有关系吗 还是说 其实阿发就是 冰柜里头的这个死者呢 发现冰柜裸实的回收场 已经被拉上层层封锁线 监视人员小心翼翼 在冰柜周围踩震 冰柜里的里里外外 一点蛛丝马迹 都不能遗落 陈冰柜是当年负责财政的 监视人员 十多年前 那个冰柜 他至今深刻 一具尸体躺在那边 我们当然要抱着 比较严谨的相伐 去想说 那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棄尸的现场 冰柜尝尸的案件 当年在基隆是前所未闻 尽管专业小组同步启动侦查 却无法在第一时间 确认死者身份 不过尸体会说话 那具遗骸 还有那个冰柜里 是否能提供更多相机 当然就是要去检视 死者本身 有没有一些外伤 那我们检视的过程中 的确就是发现 就是说 其实它是蛮正常的 并没有发现 有遭外力攻击的一个基状 因为它的骨头 都蛮完整的 而且没有任何 比如说外力造成的骨折 骨碎等现象 僅存的骨骸 看不出有任何外力因素 确切死因 还得再进一步分析 但是除了死者之外 见识人员仔细地查看冰柜 这冰柜里不太一样 尸体下方其实已经都是湿水了 所以我们冰柜打开来 的确就只能看到就是尸体本身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在看下方 有放什么东西 那就是慢慢拿起来之后 就发现就是说 因为一般超商可以买得到的那种小瓶高粱酒 然后只剩下喝剩30cc左右 还有我记得好像两个打火机 一包硬壳的黄长寿 酒瓶然后漫画书两本嘛 笔记本还有一个笔都放在它旁边这样子 然后呢还有发现有两本的灌篮高手的漫画 然后还有一支圆子饼 那我们就觉得说 哎呦怎么这么奇怪这么特别 就是说冰柜它不是单纯的 没有任何东西的 就不是单纯的放一些 我们能想见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生鲜食品 食物之类的 它反而出现了一些文具 出现了一些书本 的确太怪了 但陈冠婷说 当他们将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后 他们发现底下竟然还有一个大毯子 把大毯子掀开 所以我们毛毯拿起来之后呢 竟然还发现就是说 里面铺得很整齐 有铺的一本一本一本 好好的放着 总共有28本的灌篮高手的漫画书 它有摆设很整齐 那我算过大概28本的漫画书 它开口都朝向左边 一字出来之后我就发现 下面有大概接近快二三十根的木炭 一个包装在那边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东西是不是类似 我们为了要防臭 就是除臭 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难免会去觉得 很奇怪 很异常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在这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们难免会去思考说 会不会的确是有心的人 可能杀害了死者之后 或者是发现死者之后 然后创造了一个类似这样的状态 最终把死者丢弃在那里面 尽管现阶段还看不出死者有什么外伤 但就在检察官进行香艳解剖后 有了重大突破 尽管死者的死因为何 有毒反应 检验报告都还没出炉 但是从死者牙齿的数量 宽骨的大小确认了 他是一名身形较瘦小的成年男子 身高不高 月末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而当时他身上穿的贴身衣物 经过确认是免洗褲 因为他的那个松紧带吧 松紧带毕竟女用的内裤跟男用内裤是 会有稍微明显差异的 比如说男生的内裤会比较宽一点 但我们那时候就发现 他其实比较偏细小 后来之后有确认过 他只是一个免洗的底裤而已 确认死者是男性 而同一时间检验在征讯邱家三兄弟时 邱家二哥突然告诉专业小组 他说他想起来了 南融路的房子 他曾经租过人 这是我朋友 那你有多久没看到这个人 一二 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没见到人 就再也没联络了 他就去消失去了 你说就是一个人 去年住在那个地方 那人叫阿发 他二哥说他之前在应该是97年12月的时候 有租给一位房客叫阿发的 他是以分租的情况之下租给他 租给他一个房间而已 然后当时是由水电供应的 邱家二哥说 这个阿发是朋友介绍来的 当时他跟阿发约定 每个月要缴三千块的房租 但阿发只缴过一次 就再也没有缴过任何租金了 比对了死者死亡的时间 以及阿发失踪的时间点 圆末都是六个月 难道冰桂的死者会是阿发吗 但倘若不是阿发 阿发或许知道些什么 现在只要赶快确认阿发是谁 应该很快就能弄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却没想到 二哥知道他叫阿发而已 那本名他也不清楚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全名 好 连个名字都没有 要怎么样查出这个阿发 究竟是谁呢 邱家的二哥说 因为他当时租房子给阿发的时候 并没有留下他的全名 电话 甚至连租约都没有打 这个说法 警方会相信吗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因为当时候租的时候 简单的介绍就是 就是知道他是阿发 第一个没有租约 第一个不知道他的身份 全名 像你讲的 我租给一个人 一定要知道全名什么是 房子租人 却连对方是谁都不清楚 再加上邱家二哥第一时间 都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点一滴 看在检警眼里 就是不寻常 但现阶段 检警所边有的证据还不够 既然邱家二哥说阿发曾经住在南融路 检警立刻重返南融路 再仔细找找 厨房在这里 厨房在这里 他好像在厨房的后面这边这样子 冰果好像那是这样子吧 南融路的现场面积约莫三十平 里头隔间隔成四间房 一个客厅一个厨房 还有一间厕所 因为他们应该整点差不多 所以是蛮空空荡荡的 南融路的现场 我们第一时间到的时候 是发现他们里面都是 木板隔间的一个橙色 这样子之后我们去的时候 好像有些一些符咒在房子旁边 很多地方包括在房间外 房门上面都贴满了符咒 进入阿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 哇 符咒更是满天飞 非常多 床部上 床部旁 房间门的内侧 还有房间的墙壁 都贴满了符咒 这是真的 但问题是 为什么房间里 会贴上这么多的符咒呢 邱家老二有讲过 说阿发曾经跟他讲说 他在他这个租屋处 是有看到鬼 所以他会怕 所以他会怕 因为怕鬼 所以要贴符咒辟邪 但除了符咒外 环顾阿发的房间 没有异常之处 也没有找到阿发的证件 专小组在房子里 继续找寻 那我们冰柜放的地点 他其实是在厨房 也就是整个房间的后面 后半段 那这个厨房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浴室 所以我们就想加检视那边的激震 那包含就是我们在冰柜 他原本放置的地点 周遭的地盘上 我们有发现了烟地 那另外呢 就是在浴室也有发现到说 有牙刷这些东西 烟地 牙刷 房间里的符咒 每一个东西都间接证实了 这屋子里确实曾经有人 在这里生活过 也就是说阿发二月失踪后 这屋子里就没有任何水电使用记录了 比对时间点确实吻合 我们整个现场除了一楼以外呢 它其实整个房子的结构 是还有一个地下室 所以我们后来彩阵的时候 当然会到地下室再去看 因为那边的东西 算是屋主最后还没清理的部分 那我们从里面有看到就是 还有七龙珠的漫画 那另外还有灌篮高手的漫画 所以看到漫画书 我们就会联想到冰柜里面的漫画 漫画书原本是放地下室的 他怎么会在里面看看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他很高 丘家二哥口口声声都是阿发 但阿发叫什么 他依旧说不清楚 他的那个山地说 他在整理的时候有一包垃圾 而这包垃圾里面有一些衣服之类的 一些废弃用品 他也没有把它翻出来看 他就直接拿去山 在安乐区的某个山上丟掉 后来是警方真的到那边去 去那边搜索一段时间去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这个袋子 一包东西也有沙发 也有披甲子 打开来发现说真的 里面有一些穿过的衣服 而这个衣服里面有证件 就证实了阿发的这个住客 警方才又找到了一线生机 证件上头这名罗姓男子 浓眉大眼长相清秀 他就是邱家二哥口中的阿发 但确认了全名只是第一步 毕竟阿发是不是冰柜里的死者 又或者死者是另有其人 都还得再查 那当然我们赶快就是找这个人的家人 然后找到之后 我们赶快就是做一个身份比对 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最后查到他有一个舅舅 花了九牛二胡之力 专案小组赶紧联系阿发的舅舅跟哥哥 当时队长曾宏上也亲自前往宜兰 那因为我们要采DNA等等 所以要跟他了解 跟他沟通清楚 那他有当下都讲说 应该是他的外甥阿发 因为他前几天似乎有梦到 舅舅说几天前 他这个九位见面的外甥 突然出现在他的梦里 他心里还纳闷 怎么会梦见外甥 没想到警方就找上门了 难道这个死者真的是自己的外甥吗 专案小组立刻将阿发哥哥 跟舅舅的简体 统统踩了回来 我们就找了就是死者的哥哥 来了之后 马上就做所谓的歪染色比较 结果比对完 踩未来都不是没有吻合 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傻眼了 所以当下我们当然有点就是震惊 就是难道不是他 好 难道死者不是阿发吗 就一查下去才发现 原来阿发跟哥哥是同母异父 所以在歪染色体的检验上面 才没有办法确认 他经过进一步的采验 以及比对舅舅的DNA之后 确定了死者的的确确就是阿发 好 但阿发为什么 会被关进这个冰柜里头 还丢了性命 经过了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阿发他有吸毒的前科 因为吸毒过量 他早就出现了幻听幻觉 他曾经告诉他的前房东 他说他看到鬼了 甚至会躲到山上去 挖一个洞之后把自己躲进去 而邱家的二哥也告诉警方 他也曾经听过阿发跟他抱怨 这个屋子里头有鬼 所以有的时候阿发他真的会自己 躲到这个冰柜里头 而以上我们提到这些线索 综合拼凑之后 可以拼出什么害人的真相吗 专小组找到了阿发的哥哥 没想到歪染色体的比对 竟然不相符 后来才知道说 哦 原来其实是所谓的 就是异父同母这样 原来阿发跟哥哥是异父同母 所以歪染色体的比对才会 不相符 经过进一步的确认 再加上舅舅的DNA比对 结果也出炉了 确认了冰柜里的死者就是阿发 这个阿发三十二岁 是警方通緝的毒品人口 确认出他的身份 可是我们对于他的死亡原因 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做判断 只能说他没有外伤 可是他到底怎么死在这边的 这对我们来讲 目前是一个问号 尽管初步相应没有外伤 但因为阿发只剩下骨骸 无法单凭骨头上没有任何伤痕 就排除他杀的可能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得赶快理清 专家小组再次聚焦南融路 连刑事局都特地被上支援 我们认为说现场还有那个相关的证物 还有需要比对一些看印的地方 陈小贵主任 当时有带领他的团队 来做协助 那有带来衣器还有设备 最主要是当时测试血迹的一个 那个测试剂 假设阿发是在屋子里被杀害 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当时刑事局的见识团队在老屋里 仔细查找 最后确认了 他不是发生命案的第一现场 一些血迹的喷溅痕完全是没有 打斗的这个痕迹看不出来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就是那个冰柜 在冰柜里面 壁面也有曾经做过血迹反应 里面确实没有踩到血迹反应 屋子里干干净净 门窗也没有遭到破坏或入侵的迹象 若真的有歹徒入内杀害了阿发 要能清洁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还要能够悄无声息地进到屋子里 只有熟人才办得到 尽管当时专案小组怀疑阿发的死 跟邱家二哥有关 但问题是他没有动机啊 死者只是跟邱家老二去乘租这个房子 那如果说没有付房租的话 邱家老二有需要这么去做 这个杀人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吗 那如果是老二的话 他是屋主 那冰柜也是他所有 可是因为今天老三 要回来这个老屋居住 所以才请人做一个打赏 那么如果是老二所做的话 他是不是事先应该做一个距离 居然还让死者死在他家的这个冰柜里面 还抬到资源回收厂被发现 其实他杀一定要有很多的动机 还有很多的物证会出现 其实早在确认阿发身份的当下 专案小组就已经同步访查了阿发的亲友 前房东有说他曾经有一个 就是好像比较有异常的一个行为 乖乖啊 人家说 就是因为可能因为他是这个毒品人口 所以呢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觉 可能有听到一些 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而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他必须要让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 自我保护的一个地方 他会去挖洞 会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埋起来 躲藏起来 他都阿嬷 我大际有贵的 阿嬷你来给我看 这是前房东的说法 比对了阿发房间里的满屋符咒 难道阿发在南荣路也看到了 有不干净的东西吗 当时候专业小组在冰柜里的笔记本里 发现了有一间机车行的资料 一查才发现 原来阿发平时骑的摩托车 都是由这一间车行来包养维修 我们又回去这个机车行 才知道说这个车主曾经跟修机车的 这个过程中有讲到说 他住的地方很热又闹鬼 他那里有一个这个冰柜 刚好可以供他凉爽跟躲鬼用 冰柜里躲鬼 这样的说法连邱家二哥都证实了 阿发就是怕热又怕鬼 阿发有曾经跟邱家老二讲过 他刚开始是把冰箱打开 房间里面把冰箱打开 开着 让里面的冷气出来 电风扇吹着 凉凉的这样睡觉 可能后来就是因为这种 冷气散得比较快 比较不会那么冷还是怎样 还是怕鬼的原因 惧怕这个鬼魂的原因 才躲到里面去的 而且还骂过阿发 骂的是骂说 你这样的话比装一台冷气 用的垫还贵 而且冷度还不会 没有那个效果 冷房的效果还没那么好 笑他是说他怕鬼 躲到里面去 案子查到这里 难道阿发的死不是他杀吗 重新检视冰柜里的陈设 香烟 台灯 打火机 还有底层铺设的漫画 沾小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漫画书垫在上面 是把整个那个底部铺平 第三层这个浴巾 比较柔软布的部分 铺在上面 就是打算它在上面 可以坐着或是测睡 台灯方便它看那个看漫画 现场还有淹酒 抽着淹喝着酒 看着漫画书 很是惬意啊 然后压缩器不断地冒出冷气出来 又解暑又清凉 当时候见识人员在冰柜 摆放了位置附近找到的烟地 最后也证实了 都是阿发留下的 没有其他人的 专案小组也曾经去找过 同款冰柜做测试 要确认 倘若阿发真的是躲在冰柜里 冰柜的门 有可能从里头打开吗 其实可以打开了 它其实边边的那个橡皮条 其实已经崩落了 而且还蛮大的缝隙 一个正常的人 绝对有力气去把这一个门打开 他可能吸了毒 喝了酒 在这个冰柜里面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 峰回入转的冰柜藏试案 在阿发监视报告出来的那一天 正向打败 我们初步是排除 排除他杀或是自杀的这种可能性 认为这个死者应该是属于 使用毒破料 导致中毒性休克死亡 好 经过了测谎 确认了邱家三兄弟 没有人说谎 而死者阿发的死亡之谜 也终于找到了真相 基隆冰柜藏试案 检警抽丝剥茧 一一厘清 终于查出了阿发的死亡之谜 过程中 一直被专一小组 列为重要关系人 甚至是嫌疑人的邱家兄弟 在这一刻 终于完全排除了嫌疑 后来我们也有把这几个人 拿去送回刑事局做测谎 那后来测谎也是证明说 他们是没有说谎 杨建军说整个侦查过程 邱家二哥经常说出各种牵强说辞 这些天马行空的说法 让人不得不对他起疑 他那时候配合度非常好 一通电话 过来 就过来了 过来分局以后 我们问他什么 他都讲什么 他一直在表现的是说 还我清白 我跟你配合 你要还我清白 那种态度 但是面对于镜头的时候 他就开始又要 犯罪通常 事先要做一个无罪推定 因为这样子会导向于说 是不是有误判的可能性 如果是死者能够 还他一个公道的话 你也比较心安理得 虽然这一件不是 他杀的一个结果 那终算我们也没有误会说 是有谁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阿发在过世之前 一直仰着他在屋子里头撞鬼了 而就在阿发过世之后 附近邻居也表示 在这屋子里头 常常会有冷风吹出来 甚至还会听到奇怪的 哀求的声音 二零二三年七月的午后 我们重返南荣域现场 外墙上大大的秋字喷漆依旧 十多年过去了 这屋子依旧没人居住 还摆满了各式杂物 还记得当时阿发告诉朋友 他在屋子里见鬼了 于是他到处求符咒 甚至向朋友所讨平安符 要放在家里 符咒很多了啦 是真的贴了很多符咒 是否真的有看见什么 或是指示吸毒后的妄想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但附近的民众说 就在阿发过世后 没人住的秋家老宅里 总会有阵阵冷风吹出 夜里也会传出阵阵排球声 或是不明的撞击声响 那些道路的山沟丢弃掉 如果当时如果没有他们在半路 想到说要把它卖给回收商的话 这个安全真的没有办法破了 可能就是一个悬案 因为如果没有因缘机会的话 阿发的死亡案就成于海底了 他可能就永远关在冰柜里 永远无法重见天日 那也有可能就因此 变成无名师 可能永远回不了家 在警戒有个传说 就是案子 有的时候会自己找人来办 什么意思呢 根据台湾民族的说法 就是冤死的亡者 会找到频率 能够跟他们相通的人 来帮他申冤 他那时候是问说 谁杀了他 有写名字 写几个名字 他们就要问说 大概在哪个地方 有写到彰化 他写一个大牌水工 然后师姐就喊嚇 我的事情处理好了 换你的了 我想我当下的莫名其妙 某些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系 他希望你帮他 一般来说 我觉得因为这种东西 比较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很多警察也是 而更离奇的是 这件命案是发生在十年之后 才找上了这两位队长 都十年了 还能够找到破案的证据吗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 你可能还有印象 这个人 他是台中医生商圈 小有名气的香肠王 他叫做沈连旺 他的大肠包小肠很有名 他曾经因为 和取地摊位的警察 发生了冲突 上过了新闻 而这就是当年的新闻片段 在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名举着香肠摊 广告牌子的女子 就是沈连旺 他的同居女友 叫做阿珍 因为她是大陆籍的身份 所以遭到了警方怀疑 她是不是非法打工 所以到场来取地 不过却反倒 遭到了沈连旺之后 警方歧视她的女朋友 双方因此爆发了激烈的 口角冲突 但没有想到 当年这位帮着沈连旺 在商圈里头做生意的阿珍 后来竟然遭到了 沈连旺的杀害 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 让沈连旺一直逍遥法外 而在彰化的杨子错西 诺道的水面波光玲玲 这对溪水主要是供给在地农作灌溉 而在西畔北侧的环河街上 沿途不是农田就是工厂 由于道路比值耗制灯不多 车辆行驶车速都不慢 而沿着西岸设置的人行步道 也让当地居民可以散步骑自行车 2005年8月25号这一天 当地的居民邱老先生 骑着脚踏车出门了 一如往常的规律运动 但远远的在西边 那是什么 靠近点看 漂浮在西面上的是具女性的遗体 身上没有任何衣服 老先生原本还以为 是不是又是想不开轻身的 他说幸好他及时发现 不然随波逐流的遗体 届时可能找不到了 生前落水窒息死亡 没有其他外伤 看起来就跟大部分轻生 或是意外落水死亡的案件相似 但怪的是女服尸赤身裸体 这一点不太寻常 就算身上没有衣物的话 在岸边 在附近 她一定会放着 甚至鞋子 而且女孩子 你如果想要自杀的话 她不会脱空空跳下去 那边的水流 也有可能会把这个衣服冲掉 但是女孩子最贴身的衣物 就是内骨 而且是最紧的 难度很高 在现场包括水水池裡面 大盘裡面 也都完全没有干擾这些东西 除了河面上的身躯 现场完全找不到任何能够 进一步追查死者身份的线索 尽管警方心里觉得怪 但事发地点未处偏僻 没有监视器 谁进谁出根本无从查起 再加上采集DNA比对 也没有结果 依据法务部的无名师查询系统 光是两千零五年一整年 全台湾就有一百六十八具的无名师 楊子错这一具女徒师 除了全身赤裸外 就跟其他无名师一样 警方查无可查 最后只能降她暗葬 原本以为被埋葬在河美第十六号公墓的 无名女师 会就此淹没在无名牧种中 没想到十年后一起家暴 杀人未遂案 揭开了楊子错女师的死亡之谜 二零一五年九月五号下午两点多 台庄太平分局太平所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接到110的报案 她的一个女性友人被以前的朋友 抓进屋子里面要殴打她 有生命危险 电话那一段的报案民众 武器中带着焦虑 派出所的援警立刻前往现场支援 从派出所到民众报案的中和街路程不远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报案地点的拖天座就已经在眼前 报案的民众说 他们陪朋友小璇 来跟前男友沈莲望谈分手 没想到才刚到就出事了 毕竟人被拖到里面 然后不知道状况 怕万一有什么生命危险 报案人说有听到呼救声 但远警隔着一扇铁门 却是静悄悄的 不行 不能再等了 远警同时请求消防队支援破门 同时持续拍打呼喊 这个时候有声音了 我后来敲了一阵子之后 他好像有讲一下说 说淡眼淡眼 等一下开门这样 可是还是一样 就还是一直不开门 同一时间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废妥器具要破门了 可是那时候刚进去那边是很暗 其实刚进去是还 稍微妙一下状况 还不太能注意到 然后后来问的时候 有听到 里面 声音里面传出来 往里面看 就听门打开的时候 右手边好像是一个客厅 可是他堆了很多东西 然后往里面看的时候 最里面这样可以看到最里面 一片漆黑的屋内 隐约看见一个男子在里头 他就是报案人口中的前男友 沈连旺 那小璇呢 他就问说人呢 你把人插在里头 他说没有 哪有人 他就这样 因为他里面真的堆很多东西 然后他又有一个人在那边 他虽然堆东西堆得差不多 应该百年才会这样升高 我想说人应该都会在人上面 所以是大概秒一下 好像没有人 所以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 是从前门 前门进去了 警察就走出来 那两个在场目击之后 就说没有啦 真的没有出来啦 人还在里面 我们就在外面顾啦 所以那时候警察 听到这样子 然后再进去 再进去的时候 小璇满身伤 倒窝在后门口 原来他被关进屋内 一台营业用的冰柜里 他用尽了最后力气 逃了出来 他也是 事后也是自己爬出来 温暖化 其实他已经可能没有浴室了 他只是一直在讲说 救我 救我 救我这样 他衣服都有点破破烂烂的 然后头上都是雪这样 他的伤集中在头部跟后背这边 而且伤是还蛮严重的 他就打到出来 整个头都已经有流满血了 小璇被紧急送医 警方也逮捕了沈连望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要下手这么狠 因为看里面 带他到里面看得太出来 那时候也是还有点那种杀气的 然后气氛不停的感觉 避重救星 他就因为说 他跟他是感情纠纷 一气之下才拿出棍打他 后来就要闪 闪我自己去弄 好 男女朋友吵架 怎么可能下手这么重呢 全身上下缝了一百多针 简直把人往死里头打 甚至还把女生关进了这种 上仙式的冰柜里头 差点冻死在里面 而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沈连望 第一次动手打他了 根据警方的调查 两个人同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来自印尼的小璇 还帮沈连望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沈连望还是一样 经常对他拳打脚踢的 而在朋友的劝说之下 小璇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他决心要离开沈连望 但没有想到 两个人相约要谈分手的这一天 小璇竟然差一点被打死了 救护人员十万火急地 把小璇送上了救护车 一旁围观的民众 看着躺在担架上的小璇 被打得体无完肤都吓坏了 小璇的头上 脸上多处撕裂伤 左手持股骨折 幸好紧急送一检活一命 他的伤势有多严重 来看看这一段画面 这小璇在手术完后没多久 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影像 前面有讲 讲不到几句 他就拱紧 然后丢进去 一个很重的东西压了 画面中的小璇 惹着伤痛气弱油丝 可以看见他的头上 手上布满着黑色缝线 很难想象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去找前男友谈车子过腹的问题 怎么会谈到差点没了命 一年级的小璇说 他跟前男友沈凌旺认识十多年 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 日前沈凌旺就会对他动手动脚 两个人原本同虚关系 有点不合 他有申请交报令 案发前一个多礼拜 小璇在朋友的劝说下 终于决定离开沈凌旺 当时小璇开着沈凌旺买给他的车子 准备离开 却被沈凌旺抢走了钥匙 九月五号那一天 沈凌旺约他到太平 要谈分手跟车子过腹的问题 他有一台小货车 他说是沈凌旺跟他在做生意的时候 共同买的 你如果要的话 是不是要去办过腹问题 所以又用这个借口 约了这个女孩子 到他现在说车子也在这里 要他过来请 他去真的是会怕说 沈凌旺会对他 保护自己 怕自己会发生事情 尽管心里隐约觉得不安 小璇还是去付了约 却没想到就出事了 他就叫那位沈凌旺来 你去那边我跟他说 他的朋友 你在外面等会 帮助他 但是只要沈凌旺就觉得 你又带女孩来 要跟阿公说这件事 你就觉得你现在在外面 有什么问题 所以就对沈凌旺 沈凌旺又铁门隔离了小璇 求救的可能 他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攻击了 他跟我们讲的是 他好像是拿铁的东西打他 竹棍是应该也有 他只专攻妈妈头部 然后攻击完之后 他还把妈妈放在冰箱里面 启动了那种大冰箱 之后还拿东西 把冰箱门口挡住 就是不让警方找到妈妈人 他说他是被他打到运过去 撞到冰箱去 动作醒来 赶快要救自己 打开把他硬推开 那挣多出来 又碰到沈凌旺 然后又被他打了一次 又塞回去 同一时间警方来到了现场 小璇听见了外壳的声音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但他只知道说 后来有听到 他们在开启的声音 他说他真的快没有力气了 没办法就 为了救自己的命 他也知道说 这样子会死掉 所以醒来之后 马上就赶快挣多 冰箱关起来是蜜蜂市 蜜蜂市自己的 也就没有东西 太往发现 一定就死在裡面了 小璇牆内的求生意志 救了自己一命 但沈连旺却是怎么说 沈连旺必重救亲 他也没有说 他把他塞到冰箱里面去 沈连旺说他的确有动手 但是他只是拿竹棍要教训小璇 小璇身上严重的伤势 是他自己跌倒的 自己撞的 与他无关 针对警方的质疑沈连旺总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警方调查沈连旺早期在太平开工厂 因为经营不善 之后转站一中商圈卖香肠 其实小有名气 沈姓男子戴红帽 双手忙着烤香肠 当成摊位网路宣传照 他刚开始到一中街去卖香肠 也是卖得蛮出名的 所以人家说一中香肠就这样子 而且沈连旺跟警方的交手 早就不是第一次 画面中的沈连旺面对警方取缔 劝导他毫不客气 当时候站在他身边的女子 是他前一任的大陆籍女友阿珍 两个人在街头跟远警互嗆 还曾经登上媒体版面 沈连旺的强势 当时候台中警方 就已经领教过了 小璇的朋友小慧说 他今年七月跟小璇认识后 就常常听到 他会被男友毆打 不合就分手 为什么不能分 看着好友的神情 小慧总觉得事有蹊跷 他引在追问 终于让小璇开口了 好 沈连旺恐吓小璇 要把他丢掉 丢掉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小璇一听到 丢掉这两个字 会害怕成这样子 害怕到就算一天到晚被毒打 也不敢离开沈连旺呢 在小璇朋友不断地逼问之下 小璇他终于说出了这一个 常在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 他说沈连旺的男女关系 非常的复杂 他同时间不只和一个女人交往 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小璇看到了沈连旺 他的货车的后车斗 躺着一个全身赤裸 被棉被包裹住的身体的女人 而那个女人就是 沈连旺的大陆女友阿珍 沈连旺当时跟小璇说 你不是要我给你交代吗 今天就给你交代 话一说完 沈连旺就把已经昏迷的阿珍 载到了彰化和美镇 非常偏僻的一条排水沟 当着小璇的面 就把阿珍丢到了水沟里 而说也旋起 小慧在听完这个秘密之后 他接连几个晚上 梦到了一个陌生女人 跟她说好冷 后来小慧到过好几家的公寓 去问世 据说有个师姐 引出了这个陌生女人的魂 她说她就是阿珍 而且还写出了凶手的名字 当时小队长连贞杰 她也在现场 而就在师姐问完话之后 就跟小队长说 我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我在台中市四平路巷路内 这间慈运宫供奉观音佛祖 相传观音慈悲入世故好人间苦难 平时宫庙里就会有人来求助 师姐刘平宇就在这里 帮忙信徒问世 除了信众问世外 由于当时台中五分局侦查小队长连贞杰 跟公寓的师姐公主都熟悉 有时候征办案件遇到瓶颈 也都会来此找寻灵感 因为我跟公寓的师姐 也蛮熟的也朋友 那一天我刚好也是去他们家 找他聊天 后来聊着聊着 那天是晚上大概十点 那时候是一个临生日打电话给我 说要来问事情 他就带两个女孩子过来 两女一男三个信徒来找师姐 其中一个女孩子叫小慧 她说她的体质敏感 最近常有个陌生女子夜夜入梦 当初来的时候就是说她就是有去别间庙 说去的时候就是门已经关了 她在外面就没有进去 她一直说有感应到有一个女人 一直要靠近她 一直要靠近她 回到家之后 就是一直说就做梦 一直梦到那个女人来找她 一直很冷 梦了好几天 所以她会害怕 对 小慧说她怀疑这个夜夜入梦的生意 是一名叫做阿珍的女子 因为她有个朋友 自称亲眼目睹的阿珍被人杀害 是有所思也有所梦也好 是冥冥中有感应也好 自此之后她就经常梦见女子入梦寒冷 在此之前 小慧已经问过好几家庙宇 每间庙都告诉她 阿珍已经不在人世了 小慧想报警 但又怕报不成 才找师姐要走最后确认 问的当中的时候 刚好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女魂 挖一个人 其中里面一个女孩子的体 就是说她很冷 一般民间信仰 有能力的同龄者 可以引亡魂到阳间来 说也悬 当时有小慧同行的另外一名女性朋友 突然全身发抖 那时候接到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死掉了 她有说是下水死的 她那时候还有问了 有问的时候有讲说 她是反正是没有穿衣服包着棉被 丢在那水里面死掉 那时候有接到是这样子 师姐刘婷说 她引出了阿珍的魂 阿珍确实已经死了 她那时候是问罗爱珍 罗爱珍有讲谁杀了她 有写名字写几个名字 就讲她男朋友 他们就要问说大概在哪个地方 有写到彰化 他写一个大排水工 这时候师姐就突然站起身 叫了当时人在一旁的小队长 莲真杰 然后师姐就喊说 我的事情处理好了 我换你了 我当时还不及其他人 我问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系 莲真杰一点疑惑走到师姐身旁 她说看着桌上的黄色书文上头写着 阿珍 男朋友及彰化大牌等几个字 和一个女信徒不断发抖 师姐跟严真杰说明 刚刚问事的过程后 就对着她说 她希望你帮她 我会吓得 她说这件只有六十老爸 一般来说 这种东西 比较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很多警察也是 会抱着半怀疑的态度 可是当时我接触的时候 她讲得又很具体 阿珍的案子 从时间地点 对象都描述得很清楚 一个姑且仪式的念头 莲真杰决定查查真位 她要小慧先到警局报案 只有两点而已 隔天小慧 果然亲自到警察局来了 按照她的书法 她有个闺蜜 叫做小玄 跟义仲介香肠王 沈莲旺交往多年 日前小玄被沈莲旺打 她都劝小玄赶快分手 但是小玄却说她不敢 说会被男友丢掉 因为十年前二零零零五年时 小玄亲眼目睹 沈莲旺将她的大陆籍女朋友阿珍 丢到彰化的一处大牌里头 直到2015年9月5号 她陪着好友小玄 去跟沈莲旺谈分手 眼见小玄差一点就死在前男友手上 她才惊觉 难不成人真的被沈莲旺杀了 回来看小玄 至少每个礼拜都会回来一天 后来这十年里面 她完全没有回来过 她的电话记录 健保就医记录 银行资料 在这个十年中间 完全没有使用的状况 我问她说她为什么会离婚 就是因为她都跟沈莲旺在一起 后面才离婚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有可能就像人家检举的内容一样 已经遭遇不测 专小组立刻搜寻无名师系统 并且采集阿珍排集的DNA进行比对 果真比重了 原来两千零五年8月25号 在彰化养子错大牌发生的那一具女裸 就是阿珍 那间十年终于还给她身份 现在更要加紧脚步追查她的死亡之谜 好 难道真的是沈莲旺把阿珍 丢到排水沟溺死了吗 等到警方找上了门 沈莲旺却说 她不知道阿珍 为什么会掉到排水沟 她只知道那一天 她的确和阿珍大吵一架之后 阿珍她就离家出走了 她还带着朋友到处去找人 但是找来找去 就是没有找到彰化去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张闯红灯的照片 戳破了沈莲旺她的谎言 被拍到的时间是 阿珍在排水沟被发现了一个多月前 而闯红灯的地点 就在彰化彰水路 沈莲旺不是说她找来找去 没有找到彰化去吗 在那段时间她根本没去过彰化呢 看到这张闯红灯的照片 她要怎么解释呢 专案小组发现 从大陆来台的阿珍离婚后 最亲密的人 就是男朋友沈莲旺了 阿珍帮沈莲旺创立了一中街的香肠摊 还曾经和沈莲旺一起呛警察闹上警察局 当年的新闻画面中 绑着马尾的这个身影就是阿珍 当时候沈莲旺还为了阿珍上警局 拿出阿珍的验商单 要替女友讨公道 比如说我们拿旗子 百姓拿旗子不行的话 你可以用欠导的 或是后者是说 你拿到这里不行了 拿进去拿进去 这是阿珍失踪前两年的新闻 曾经为了阿珍奋勇出头的那个男人 现在面对女友失踪 反倒不闻不问了 你今天知道你的女朋友 清静到说你们都是老公老婆在叫 为什么她离家出走了 你反而一点都默不关心 你却连报也没有 而且她离家的时候 家中工具相关证件 电话都没有带 专案小组说他们曾经两次去找沈莲旺 第一次在沈莲旺家中找到的阿珍的证件 相隔两个月再找上沈莲旺 那些资料就全消失了 她的证件 照片 机车的领牌 什么登记出来 我们假装不知道 是谁 是谁啊 这正常怎么在这里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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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警方的询问 沈莲旺都推说不知情 她说十年前阿珍跟她吵架后 就离家出走 当时候她也曾经 带着阿珍的朋友到处找 她没去过彰化 也没去过养子错息 这是沈莲旺的说辞 但专案小组押着滑水暗中搜证 发现沈莲旺都没有说老实话 首先沈莲旺说阿珍失踪后 她曾经带着阿珍的朋友到处找人 专案小组找到了沈莲旺口中的那个友人 然后她就带她到她彰化老家门口附近 然后又到彰化那个河堤那里去绕 然后这个邓女曾经有问她说 你怎么到罗女家人家前面的 你怎么不下车去问 她说有来就好了 去了哪个河堤 也是70点附近 她有讲 她说以前常跟罗女去那边散步 沈莲旺的说法一一被戳破 而这张照片也打脸了沈莲旺 照片中的深蓝色货车 不顾路口已经红灯闯了过去 上头的日期是2005年7月6号晚上11点 也就是阿珍尸体被发现的一个多月前 因为当时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 照片还是交捲式的 那个资料真的很多 一卷一卷的在整个倉庫箱子里面 然后还有分年度 然后月份 然后一卷一卷这样用手 用肉眼这样慢慢地看 好不容易真的还在 就找到那个当初的 抵发违规的照片 那个照片 违规地点是张号的张水路 比对了一下地理位置 从阿珍被气势的杨子错大排到张水路 车程约莫十几分钟 这个违规照片 其实对我们来讲 在当时当然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证据 对我们来讲 其实有办法证明说 他确实曾经有去过 案发地理的意见 等于证明说 沈连望为什么要说谎 难道真的是他把人 丢进了排水溝吗 而根据警方的调查 沈连望他的男女关系复杂 而当年先是和大陆籍的阿珍在一块儿 后来又加入了印尼籍的小璇 而两个女人在知道彼此的存在之后 甚至还曾经为此大打出手 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 给阿珍咬来杀身之祸吗 二零二一年三月中的这个午后 我们前往了台中太平 而在转角的透天措 就是六年前家暴杀人未遂案的现场 震惊乡里的案件 附近邻居至今印象深刻 这人不错了 超纳尼 他跟他在处理道路 都有互动 他去看了 买了就走出来 人家去保证 不然拼 他看你能当中 他怎么会被打的互动 六四的又出 跳棚那算是第一个女孩吗 那第一个女孩 已经几十七个了 六七个了 他说是高 这个印尼 外老 他都是救了 大陆的印尼的 他也會救台湾 有什么啊 台湾出事 人不得了 外国的人不得了 一起家暴殺人未遂案 竟然衍生出殺人案 專案小组追查 發現沈联望的感情世界很复杂 他先跟大陆籍的阿珍交往 同时又认识了印尼籍的小璇 当时的小璇 跟前夫所生的大女儿 兩個人相依为命 在与沈联望交往后 又怀了沈联望的孩子 以前那时候 他跟罗爱珍作为 但是尸底下是和 尸联望 尸联望有在沟沟 但是有一个 就是有孩子 才把这些事情 整个都拼出来了 因为他怀孕了 罗爱珍也知道了 但是沈联望想说 他可能应该想 想要想那种奇人之福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也在摊子里面 其实就开始都有在 多多减减减有在争吵 你要罗爱珍去接受 是绝对不可能的 自从小璇怀的沈联望的孩子 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会是感情纠纷 让阿珍引来煞身之祸吗 后来可能在那边 已经不可收拾了 又去到家里打起来 卸其线过了 和罗爱珍 两个就打起来了 这个罗爱珍比较强势 他可能也 这一阵子 被他弄得这样子 也可能受不了了 我在猜啦 专案小组旁敲侧击 慢慢拼凑阿珍死亡的拼图 但关键的一角 还是小璇 得要离奇那一晚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他躲在那里 不好找 对 他躲起来 有找就不好找 因为他主要是在 闪这个沈联望的 并不是说他怕警方找 然后他犯话说 反正杀一也是杀 杀两也是杀 所以我跟我妈 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自从家暴案后 小璇就躲起来了 专案小组透过报案人小慧 才找到小璇 但面对警方的询问 小璇去世慢点焦虑 但心里很挣扎 是事后我们跟他讲说 你都知道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放了十年了 这个女的也因为你 十年没办法回家了 你难道你对他一点亏损都没有 你都不怕他吹你嘛 你睡得都每天困了多少 我们就是用他亏欠罗爱珍这一段 说实在的 你也抢人家男人啊 對不對 不然的话 人家刚开始跟他在一起 你不跟他在一起 他也不会怎么样 经不起警方的一再劝说 小璇开口了 他原本就是生完了小孩 坐完月子 他住在中处 就暗期来 靠近凌晨了吧 他说就开车 那一台蓝色的货车 来找他 然后车就开着一辆车 那个时候是半月了 已经十二点 然后他就说 叫我出去 然后我就上车 然后我就发现 后面有个人 他说那个是罗爱珍 然后在后车箱子 罗爱珍这边穿起 就说头光的 然后被免被抱着 然后他就说 叫我不要问那么多 他说他喝醉 我发现说我也很 他怕 他叫我不要问那么多 然后醉我 那的话我也没有问 我就上车 坐坐驾驶旁边 然后他也上车 就开车 开到那个彰化那边 那边很黏 车子停下来 他就下车去把 桌子 对 丢下去 我也没有爽过去 看我就坐这 我就不可能用 他只是听到 通义跟这样子而已 整容的上车 开车 然后就把他直接载回去 小玄说的具性名移 那一碗惊恐的场景 硬在他的脑海中 整整十年 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他其实吓不掉 他也不敢讲 然后事后 沈旺都会常用这样子 去跟他讲说 你不听后 就是这样子把你丢掉 叫我不要问那么多 不然大家会对我 你个人下手啊 他会威胁我啊 他每次 通常常我这样的时候 他就说你信不信 我会把你丢掉 我也是被威胁啊 而且 但光有这一阵词还不够 还得要有更多更具体的试证 因为那附近的河道有好几条 我们在那边绕了大概半个小时以上有 看依他的记忆有没有办法去认出 当时停车 然后弃湿的地点 整台杨子错西全长将近六公里 沿途支流又多 为了证实小玄的说法是真有其事 专小组带着小玄在附近的河道绕了又绕 大概绕了三四十分钟以上 因为那附近的河道很多 好几条河道 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去找都去绕 然后每个地方就是停车 让他下去下车之后去看一下 这样去感觉一下 河道桌边的设置其实大同小异 小玄真的能认出来吗 他绕了很久之后 他突然就讲说这个栏杆的样式 还有位置这里很像 很像他印象中基因的异地 他现场在指认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就有底 说怎么会那么巧 他还记得就是这个地方 小玄指认的气势地点 正是阿珍被发现的地方 但这还不够 因为阿珍被发现时 是在水里 要怎么证明阿珍是在这里 被丢弃的 而不是随波逐流漂流到气势地来的 于是专业小组找上了弄天水利会 不大会流动 那除非说当时有台风来 或者是有下暴雨 那因为水位暴涨 他们才会把闸门打开 让水往下游去宣布 刚好那天天它是打开来的 这样它是灌太多 或者是刚好有台风来 有强降雨 水位暴涨的 他们可能就会打开闸门 二零二一年三月中 我们前往杨子错西畔 这一天的杨子错 事逢漲潮 昔免平静如虎 我们发现阿珍被巡惑的地点 正巧就位在西门海水沟 跟杨子错西的汇流处 这里的河岸恰巧呈现一个分字形 仔细看河岸的凹槽处 有许多沉着的瓶罐 垃圾的鱼尸 如同警方调查研判 水渣门没开的状况下 漂流物大多都会在原处 随着潮汐涨跌堆积 专案小组钓鱼的资料更显示 就在阿珍被发现前的前半个月 彰化大度铺杆的降雨测站 显示的降雨量并不多 未达大雨标准 及开启水渣宣泄吸水的标准 我们来回去彰化的河道地点那边勘查 至少十次 我们了解起来之后 应该就研判就是 发现尸体的地点就是气势的地点 小组的供词 让案情的轮廓逐渐明朗 但证据呢 此外目前手中有的证据 尽管都指向沈联望大有问题 但除了单一人真的指控外 没有跟一刀毙命的证据 光耗这一些沈联望会认吗 沈联望他是不会认的 他说从头到尾就是小组在陷害他 因为小组跟他有秋分 所以才会侠院报复 但问题是小组他是印尼人 他根本没有去过彰化 他怎么能够精准地说出 阿珍落水的精准地点 而且小组他也通过了测谎 但沈联望呢 如果他真的没有说实话 难道他也能够骗得过测谎机吗 没有啊 那个是在办 现在还在帮他们帮忙查 那事情 让法官和检察官去处理 因为他们在调查在用 我不便去进房 讲什么 那个都不要去讲 当时我们知道说 他发生这个杀人未遂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个谢女 他头上已经缝了一百多针了 他既然还能够说 我就拿那个竹棍轻轻地这样敲他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 是打死不会认的 就算你把证据拿到他面前 他一样也是否认的 我们才会有待会去测谎 刑事局见识科的测谎人员 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搜集侦查报告 并前往气室现场进行勘查 就为了让测试的结果更严谨 更贴合真实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安排小璇跟沈联望 接受测谎了 十四吗 是 是五吗 不是 针对他说被告 把这个使者 丢到了彰化那边的一个大牌以下 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他 我们从他的生理曲线上面 透过测谎技术的一个规定 跟规范 他针对这件事情 并没有不失反应 我们可以 在从测谎的角度上面 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 这些这个状况是真的 测谎结果显示 小璇没有说谎 那沈联望呢 他针对他否认他看到死者落水的那个画面 上面我们认为他没有通过测试 所以我们认为他在这个地方是就是针对整个案件的部分 他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有没有看到 不就是有跟没有两个选项吗 既然没有看到的回答是没说实话 那就代表 阿正落水时 沈联望 的确在场吗 测谎也不是要入人于罪的一种行求的方式 如果你遇到的是说谎的受测人 你也必须要让他知道你很清楚案件的状况 陪他一起走过整个犯罪的过程 让他很清楚他自己正在说谎 那我们当然我们最后也把这样的结果交给了法院 然后交给了地检署来做参考 大陆的罗姓女子失踪十多年 她已遭杀害罗女的同居男友 这个沈姓男子设有重险 是因为仪式三角恋情没有办法解决呢 所以呢这个把这个罗女杀害之后 去自在这个彰化线境内的河道里面 二零一六年四月 专家小组将沈联望移送地检署 却没想到法官竟然以十万块钱 让沈联望交保了 好 我们一开场就说警戒有个传说 案子自己会找人来办 就算不是在自己的辖区 也有可能透过一连串巧合的牵连 最后案子竟然到了自己的手上 为了台中市崇德路上的五分局 侦办陈吉十年的杨子错女士命案 让枉死的被害人得以重见曙光 因为十年的证据事实上真的是很难找 以我们的立场来感觉就是说 其实发生地跟结果地都没有我们下去 可是这个案件就是冥冥之中 会由我们来接办 人说案子会找人 就这么找上了林峰林跟廉真杰 他们回忆案件侦查过程有太多巧合 林峰杰说她跟死者小璇 还有报案人小慧并不认识 却在庙里有了交集 此外 当时候清查无名女尸时 一开始查询2005年失踪女尸 并无着落 事后比对了DNA才比重 一查发现 寻获女尸的时间被误指为2015年 而2015年就是开启调查的这一年 不仅如此 就在小璇清楚交代的案情之后 他们跟检察官 前往彰化公墓开关验尸时 也发生了怪事 所以我跟他去点 各点三柱箱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没多久 奇怪 不是插六支箱 还会剩三支 奇怪为什么 这个县以上的三柱箱 怎么从中间断掉 断掉之后 那断的三柱箱呢 它两头都一样在烧 我们现场人都很压抑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他自己 吓一大跳 冤死的这个王者 往往会找到 这个频率能够跟他相通的人 那频率通之后 他才能够告诉说 他是怎么死的 相会断成三段 两段 那个表示说 我有很大的冤情 他很害怕 我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敢话很听话 就敢会点三支箱 然后他自己跪在那里 跟他说 对不起 跟他道歉 跟他唱 沉寂十年的命案 埋藏十年的秘密 就在小璇鼓起勇气 说出一切的这一刻 阿珍的死亡之谜 终于解开了 也让埋葬在无名牧种的阿珍 终于能回家了 沈联旺殴打女友的 家暴杀人未遂案 判处八年的有期徒刑 已经确定定业了 而沈联旺 他现在已经入狱服刑 但是他还是矢口否认 他杀害了大陆女友 还坚持上述到底 为在台中中和街 转角的这间透天措 就在沈联旺涉及 家暴杀人未遂 跟杀人案后 就没人居住了 附近邻居说 屋主在事后 也把房子卖掉了 杨子村女士命案 专案小组查了一年多 案图所记拼凑出案情真相 却没想到二零一六年四月 案件移交地检署时 沈联旺却被法院 以十万块钱交保了 但沈联旺逃得了一时 最终人就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二零一六年七月 台中地检署 以杀人罪贞结起诉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号 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依杀人罪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 法官认定印尼籍的小组 不曾在彰化住过 却能精确地说出阿珍落水的地点 也能说出阿珍是没穿衣服 显见他见过阿珍 判定十五年 至于他对小玄家暴 殺人未遂案 最终则被判处 八年突袭病院 我觉得罚王灰灰 殊而不漏 不是说他十年前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就没办法去办他 我们一样还是可以慢慢地去拼凑还原 把这些证据呈现给检察官跟法官 去定他的罪 也不是因为说他否认就可以逃避这些罪行 说实在的你做过的事走过的路 都会留下很期待 最主要也是还给了四者一个公大 让他受到说他应该有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诉 我是温翔 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